我覺得應該停下來 因為在這麼短時間 我看到死了五個人 是我看過所有的 吃蛋白基因重組疫苗 死亡最多的一個秒 就是台灣 緊急開貨門就是我們高端 這一波的疫情 造成了這麼多人死亡之後 那紓困也沒有做好 現在年輕人的就業機會也減少了 我看了一下 主機部跟行政業的統計 每一位上班族工人 或是其他的 需要取得薪資的人 平均在六七月 每一個人的薪資 大概都減少3000到5000塊 這個就影響很大 那你取得疫苗 又讓年輕人沒辦法施打 所以年輕人的民調 從去年的五月份 20歲到24歲支持 蔡英文的民調93% 掉到今年的8月 剩下47% 我想蔡英文 應該緊急到這個年輕人流失 對民進黨 處處以選票為依歸 處處這個機關算盡了一個政黨 我覺得他是因為考慮這個 這一個 所謂他們的選票上市 然後第三個就是 疫苗的致死率這麼高 疫苗取得到目前為止 非常的困難 最後就是高端的產量不足 到這個所謂高端的支持率也相當高 我想大家都知道 AE Moderna BMT 都有差致死的比例 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目前為止AE還是最高 每100萬 大概有84人 840個人 續亡 那第二起來是 我們的 所謂的 那個Moderna 279 297 就是 平均每100萬 那BMT是175 175個人 所以這樣看起來就是 最多的就是AE 怪Moderna 怪他BMT 高端 你的數量這麼少 所以現在根本就不能夠 提所謂死亡率 因為你才打兩三天而已 就15個 我去查了一下 跟你一樣的Novavax 或全世界有所謂 吃蛋白基因重組的疫苗 看起來就是高端最高 我們應該比是同一類的 至少我看到Novavax 他的二期從去年8月份做到現在 三期結束了 他們的死亡率 都沒有看到 像台灣的高端這麼高 甚至也沒有死亡率 我跟大家講是因為 Novavax是美國的大腸 他現在都還沒有 急以取得EUA 就是因為產能不足 可是台灣的產能不足 到目前為止 能夠製造出來 大概就86萬左右 可是預約器打只有75萬 連EUA的人數都打不完 可見未來 八月份是不可能製造到200萬 他雖然信誓旦旦的 尤其是陳時中都幫他代言 他說十月份應該可以到200萬 我們就拭目以待 不過怎麼說200萬還是不夠 因為台灣的疫苗 當初會加高端跟聯氧 加起來也只不過大概3000萬 一劑覆蓋力多一點點而已 根本就沒辦法達到 所謂兩劑覆蓋力的六成 或是七成 因為六成至少要2800多萬劑 假使要打到七成的話 至少要3200多萬劑 那目前看起來 連七成都很困難 所以在美國 歐美國家 都認為現在疫苗失蹈力 最好能夠到達8成到9成 所以他們先進國家 包括亞洲 新加坡 日本他們都是 定立這種目標 韓國也是這樣 所以未來我們台灣的疫苗 還是不夠 我們的執政者 在給我們分配疫苗的時候 不要再有難力之分 更不可有特權之分 這樣你才會讓台灣人民感動 否則台灣人民一定會 對你有相當多的一些不滿 你更會造成台灣人民有被剝削 被分化 好像被你欺負的感覺 這樣子對你絕對不好 執政者其實在保護人民 而不是跟人民做對立 你知道我們其實台灣 食藥署給高端通過這中間 他有很多的特權給他方便 也就是一路開綠燈 台灣人民其實這一路看來 都非常的了解 那我們不了解就是說 你開綠燈 假使說你這個綠燈是給一個 正常發展的一個生技公司 我們覺得是無口厚非 可是他並不是正常發展的 一個生技公司 至少我個人覺得 現在已經審查了22批 批號的這個所謂高端疫苗 我們真正看到給這個所謂國會議員 立法委員 他們看到只有9批通過 可是消失的5批 不曉得跑那邊不知道 其中批號SP-2104 SP-2105 SP-2108 SP-2109 跟SP-2114這5批都不見了 那表示你在製造過程中有很多瑕疵 難怪從6月4號 你說你有疫苗之後 我們看到疫苗 竟然看到疫苗的標籤上面製造日期是 5月26號 我想很多觀眾看到 事實上我們估計這次 在高端注射之後的第一天第二天 死亡這些人 包括第三天26號死亡這些人 都是幾乎在同一個地區 尤其是北部 其中兩例在桃園 兩例在新北 一例在基隆 這個就跟他這個消失的批號有關係 按照AZ跟摩登拉 當初他們一開打的時候 他們做第三期臨床試驗 現在台灣人民不是就是田野的試驗嗎 我們台灣人現在在做這個田野試驗 就是等於當白老鼠試驗 因為我們現在在打了一秒 並不是第三期完成 連第二期封肩都還沒解盲 為什麼現在就開始打 所以你是不是應該要把他停下來 所以我們的政府一路甩鍋 一開始 這是長期支持綠色的一個作家 他甚至是非常堅定的英粉 可是他這樣的死亡 還遭到所謂這些網軍 這樣子的修理他 這樣子傷害他 我是覺得是非常不應該 在英國在歐盟 他們出席打了AZ死掉的人 他們幾乎每一個國家 至少有二十個國家都停止使用 有些停止兩個禮拜 有些停止一個月 等原因找出來以後 發現死亡原因跟他沒有很大關係 才繼續做 至少都有二十個國家 而且有些國家 AZ總共是幾乎做兩次到三次 就是休息了兩三次 台灣為什麼不做 請問你不做你怎麼知道原因 你看AZ到現在 明明AZ就是跟血栓有關係嘛 可是台灣到目前為止沒有辦法證明 哪一個是血栓 原來我在上一集有提到 我的學弟今天也傳給我 竟然法醫啊 跟檢察官告訴他 幾乎都沒有做 所謂第四 泥血因子的抗體 這是最重要的都沒有做 為什麼沒有做不知道 至少你沒有做 你的解剖 你可以把這些人做核子工資掃描 檢查他的腦部是不是有血塊啊 檢查他的肺有沒有酸塞啊 對不對 檢查他的肺有沒有靜脈的酸塞啊 都沒有做 所以現在這個政府給他感覺 好像死跟他沒有關係一樣 他不但不賠償 他也不認臭 他也不去追蹤 他也不查明真相 這才是結果讓我最討厭的事情 一個先進國家 一個醫療這麼進步的台灣 竟然都沒有做 所以你這個國家怎麼了 執政的傲慢嘛 他親吾嘛 他也不想知道 這緊急開貨門就是我們高端啊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不應該 所以政府的一切作為 他其實對不起台灣 所以你看到這四位死掉 今天新北市又有一個47歲的 先生也是死掉 不能把這些人死 歸在他的慢性病 假設你歸在慢性病 那你更不應該 因為你的這個疫苗的中文說明書 你沒有提到 有公病者 他打下去得到的那個 中和抗體的效價偏低 那你幹嘛打 你為什麼不告訴百姓 所以我們政府不要再開立燈 不要再袒護高端 應該好好檢討 高端是不是要好好做好 所謂二期解盲之後的臨床試驗 重新再用國際認證的方式 來取得台灣人民的信心跟信任 這樣你才可能在台灣 繼續有人施打 否則我認為很難 你看到他取得的疫苗的過程 你就知道說 其實就按照蔡英文的劇本在寫啊 完全都沒有按照規矩的 你看這個高端疫苗 他有8P的P號要補件 從8月8號到8月28號還在補件 我不曉得補什麼 就人家開打為什麼還在補件 所以你看他的P號有問題 我剛剛講的突然消失了5個P號 現在存在9個P號 你現在這些有問題的P號 是這9個P號裡面的P號 還是消失的那5個P號 假設是消失5個P號那不應該啊 你消失為什麼你還放在 所謂的刺激品裡面 你放在所謂缺效品裡面 你放在不良產品裡面 你還敢拿給大家打 而且我給他估計哦 這批打的疫苗 很可能是3月份製造的 我們看到是5月份 6月份以後製造 加持3月份製造 那時候EA都沒有通過呢 對不對 都沒有給你授權呢 你怎麼可以製造疫苗 這個要不要救折 要吧 所以我很合理的懷疑 這種實驗的疫苗 不要再殘害台灣人民 喂 你怎麼可能不客氣 跟人敗